美南新闻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创建美南报业电视集团40余载 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积极为亚裔发声 推广中小商业发展 请看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的每日专栏 我看天下大小事重返哈佛岁月对银行金融业之探索 早在1997年夏天 有幸被录取参加哈佛大学商学院之旗馆研习班 利用两个暑假完成学业并撰写了《从哈佛看世界》 如今事隔20多年 在我的媒体事业中仍然受益无穷 如今我又重操旧业回到银行金融业 当时我在第十篇书中第191页曾撰写 《美国银行业务改革检讨》 分章为《美国金融事业之革新》 《科技革命对银行业之冲击》 《社区银行对社区经济之贡献》 《银行与加油站》 《金融事业之未来》 《前途营物量》 《美国银行业发展之新趋势》 《成功的银行》 《亲切效率服务银行经营新方向》 《租赁等七大章节》 我在哈佛期间曾经研读了近500篇有关于银行业之个案研究报告 结论是银行金融业是国家经济支撑之命脉 更是带动成长之重要工具 多年来全球情势之变化 世界经济版图之重整 在我所写之书中就曾写到了全球化大危机 主要是在美国主导和研定的经济和政治规则已经受到严重挑战 今天我们重新步入银行业 深信社区银行对社区经济发展将是永远不变的定理 经过多年之不切奋斗 我们大家把休斯顿国际区变成一颗耀眼的多元族裔社区 在美南新闻总部 我们已经把媒体中心 文化贸易中心 以及银行金融中心 成为三位一体之服务航母 美南新闻自创刊至今 我们遭遇过无数艰难之挑战 但是我们对大家的支持 怀着感激和感恩 环球第一银行及媒体文化之航母 也即将开航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 为华裔增光 感谢观看